一个卫老师好 所有的家人们好 我来自满沫河山三岁 我到这的第一天 我的那个膝盖以下呢 就开始疼痛 然后我第二天 老师开了两个穴位以后呢 我就赶紧自己给自己跳 然后我用了半个多小时 然后我的那个膝盖以下就开始 膝盖以下就开始热起来了 完了第二天 我又开始给自己调了半个多小时 现在就已经不疼了 我昨晚上上课的时候 右边的脸的牙齿 就开始剧烈的疼痛 然后我就一手C3 一手牙齿 我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全部不疼了 所以我在这儿真的很感恩老师 第二个呢 其实我这一路过来的时候 我在火车上我是哭着过来的 因为我的儿子是个白血病的患者 现在还在医院里 昨天又查出来感染了一种新型病毒 然后我就把这资料告诉了 我为老师和海担师姐那边 他们很耐心的跟我讲解 要怎么回去跟他们调 然后我老公一直在催我 就说医生那边要给孩子 反复的做腰穿做骨穿 去给他擦油屋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这样做 等着我回来以后 我去给他调 我说我要相信 我能够 能够把他调好 然后还有把这条件站的 那些军军师姐 他们都里面去去防征了 他们说我又回去 我联系他们 然后他们都会去医院 为我的儿子调整 而且我的家里面加工 也是一个肝癌晚期的患者 所以我在这儿 真的再谢谢大家 第三个呢 我这次出来 我就带了200元 当时我昨天 我走在那门口的时候 我乐捐了100块钱 我本来想全捐 但我想要捐了 我从这儿到广州的路费 我就没了 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在这儿呼吁 长生学的所有家人们 你们都要去 把你们的爱奉献出去 你们的心才能会得到快乐 你们的身体 也会越来越健康 好 再把最感恩 掌声送给 那么 然后 Chapter 没有能不能给 我们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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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我们的艺术 可以吗 我们的艺术 我们的艺术 我们的艺术